Hello 各位 欢迎回来港股10分钟 继续有我Lawrence 跟大家更新一下近期的市况和一些看法 一说到最近期有些页本的新闻 跟大家看看 恒生指数在这三几天的时间 大概在2万点之下浮沉沉 还行了一段有五天的时间 上星期就传出了一宗很大件事的新闻 这个新闻很厉害 很多人都突然间 原来大陆不再提到所谓的动态清零 这个动态清零 跟大家看看这个新闻 就是一个新十条 新十条的新闻说 新冠防疫措施未提坚持清零 首次明确说条件可以居家隔离 它里面说什么呢 其实基于在20条的基础上 发布进一步放宽新冠病毒 于是万众期待的逆后复苏 似乎再出来了 特别再看看 现在说明确强制集中隔离 改为具备条件可以居家隔离 严禁各种方式 封到消防通道 单元门小区门 大白小白似乎好像不再出来了 未再提及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于是他们不会再封控 但是未提及这个公告 没有提及如何放宽入境隔离检疫 在微信上封存 一月的时候会解封 变0加3 但封存而已 但不理3出21 于是我们投资者看到这些新闻 当然是中国这一局真是够了 不再解封不再承诺 不再解封不再控制人口出入 于是要马上说 是否这个世界可以复尝 逆后复苏 逆后复苏 已经有人可以布局 美团网上的机票订 单月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一倍 当然要快想着 我们都住在大陆的朋友 可能广州很久没有去过北京 很久没有去过阿南岛 成都、杭州 其实自己中国的内循环 已经很夸张 过这一段日子 商务的平台、旅游的平台 那些只是搜寻量 已经迫爆了 屈都屈了很久 我们已经屈了 中国所有的群众 三年来都没有怎么去过旅行 一有什么事就困住了 可能14天、21天都不敢出 于是这个逆后收服 一定是快提供了 给我们去炒股票 最近我们看到 很多人一想 一想就想到什么呢 如果逆后复苏 当然第一件事就是外出消费 外出消费 无他都是几样的 你可以想一想 酒店会不会多了人去住去订 没有以前五餐 第一位 酒店一定会好 懂不懂 第二位就是 内地交通是否都会好些 公路也好 多些人会出行 公路 甚至乎是机场 航空股等等 需求会有爆发 生意会增长 业务会复苏 这些就是疫情 亦有收服相关股票 一想就想到 第二位就是 就是 刚才说到酒店 航空各样 还要想想 澳门之前是怎样的 一有一宗案件就封了 最近已经有100宗的 确诊数字 但有什么事都没有 又没有封控赌场 又没有关门 于是看来政策都不同了 所以 保业股作为投资人 当然可以期待 他们的生意都会好吗 这是第三样 记得 关于出行的东西 消费、旅游的东西 第二样 就是我刚才说的 一些本土消费股 零售、消费、餐饮 是否都有机会 迎来生意的竞品 第三样 我觉得医药股 都可以想想 之前我们运了很多医药 那些都是送到家 很多人都投诉 医药是不能到家 送不足 很多病人 根本得不到 确设的药物需要 疫后的时候 当然有病 可能快去看病 很多人都积回家 医药股也有 甚至乎 中季都推出了一个政策 鼓励居家 用中药的一个疗养 所以这个莲花清温胶囊 医药的医药业最近又在井喷 刚刚说了几个 内地的消费 赌业 旅游 医药 其实还有一件事 我觉得广告的平台 都相当不错 你们觉得是否 如果想做多些生意 然后吸收多些客 可能透过平台去做市场 B站等等 这些市场 卖广告赚钱的公司 都有一种概念 所以 于是乎 疫后的服尝 你可以想到有多大板块 不过 你能想到 我能想到 很多人都能想到 所以这类股票 其实说过新10条 已经井喷又升了一堆 我们聪明的投资者 当然是人家炒到股票高高 我们的风险意识都是有的 一定要看看 逆后有没有我们想得那么好呢 这个可能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炒高了股票的风险 最正常 已经讲逆后最正常 那个就是新加坡 同意吗 已经开放了很久了 新加坡是怎样呢 看看2020年经济增长GDP 跌4% 2021年 已经井喷了7% 2021年 2022年继续放宽幅上 很多东西都好像很正常 你以为GDP继续升 没有这件事 看一看 2022年 在9月的时候 GDP继续升 我认为这个应该是一个同比 1.1% 1.1% 实际的年增长 年增长 是4.1% 在9月的时候 年计都是4.1% 反而对比 2021年 其实是一个倒退 甚至乎 我夸张点说 你看看 4% 跟2017 2014 2013 好像是一只大级拨 Frid 平暂 平均 于是否随着月侯 新加坡的特别夸张 比以前強烈得很好 2021便 kor faux 生成2022年后 好像loop到附後的平均数 有没有特别认抽了呢? 又好像没有 当然你可能说中国还没得 于是只吃到外国水 好像差一点 我也同意 但如果在大陆 你试试想想 它其实只是说了新十条 有没有说是否通关 开放全球 好像也没有 新加坡是这样 其实日本在开关之后 泰国等等 都没有很出色的井贫 很多人像我们这样 是不是就算我今天跟你说 你不用戴口罩了 那就没事了 但大家可能总是戴口罩 都不敢消费 于是乎 积压了三年的一些习惯 其实要改 是不是又要面对很多自己行为上的转变 脑子又要变 手又要改手势 很多东西都要时间 要时间去改 你说如果股票突然间 有些已经因为一个消息炒高度很高 有些炒到两倍三倍 你说如果再去高追 那我就觉得大家应该有点想法 就要担心点去高追 但是如果有一些仍然未卫 又升得很多 但你又预期他的业务 会继续增长 持续又会赚钱 像过往那样 反而个别这些股票 就有一种想法 就是从生意的角度去想回它 所以 第一种想法 永远都是这样 听了消息 是不是趕快进去股票 可能很短的时间 有一个窗口 但是你一放回 可能几天之后 已经所有东西都消化了 给我们市场 立刻就要想一下 后续的事情是怎样 懂不懂 如果后续 看看新加坡做的参考 都没有经济不断上去 于是乎 如果回归正常的业务 应该股价是回到正常的水位 就已经保重了 懂不懂 所以今集的一种看法 想分享给大家 不要只是一个消息 就把头衝进去买股票 就会很容易死人 知道吗 但一定要多些做分析 多些了解整个经济的格局 好吗 希望下集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